大家午安、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 美鳳有約 一日之際在宜城 所以美鳳都有吃早餐 自己起來用 我都會喝一杯小湯 不過我比較會配白飯 我跟你講 我吃白飯的時候 現在有一些不一樣的作法 就是以前我喜歡吃漢堡 現在因為有些麵包的東西 我吃得比較少 我可以用白米飯 來作不一樣的早餐 甚至要外帶也可以 到底是什麼樣的料理 應該怎麼作呢 今天就有大師來教我們 請到這一位 他也可以來學一下 怎麼樣照顧自己做一些好料 我們歡迎小優還有幽默主廚 蔡萬利先生 大家好 我是愛吃鬼的小優 我是幽默主廚蔡萬利 今天與美鳳約什麼呢 沒錯 鳳姐好 大家好 歡迎 小優還要吃 但是吃到不胖 體育還為吃得很好 有一點 是 現在吃料理 其實說起來 怎麼吃 怎麼吃下去 這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大家都說 我要吃營養 我養生 不胖也吃不下去 對不對 對 所以今天作的早餐 就很特別了 是 叫作什麼名字 我們今天要作兩個早餐 一個是 另外一個 米漢堡 我喜歡的 很棒的 火腿起絲漢堡的食材有 馬芬漢堡皮一個 起絲片一片 裴根兩片 雞蛋一顆 小番茄十顆 生菜適量 和風燒肉米漢堡的食材有 炒飯一碗 梅花肉片一百克 熟芝麻少許 洋蔥絲適量 壽喜燒醬兩大匙 我們今天會利用這台很可愛的 好可愛 非常可愛來作 首先我們先來作料 米漢堡要一個燒肉的料 燒肉 很簡單 準備一些肉片、肉片 準備一些洋蔥 還是一些薑絲 和風薑汁、燒肉 都可以 先醃過這樣 沒有 很多 壽喜燒醬或燒肉醬都可以 這些都外面有在賣 準備一些芝麻 對,米漢堡、芝麻 先放油 一點點油就好了 倒一點下去 不用多 豬肉本身有油 對 謝謝 來,做這個 第一個 加肉片切薄薄的 因為我們放在米漢堡裡面 不要太膠了 三位,你這是一人份嗎 不是,不是一人份 這裹很多人份 這很多人份了 因為我們要加洋蔥 現在做這個肉 先把它拌拌、炒炒 把它炒散 它薄片很容易熟 對 加了洋蔥也增加它的甜度 把它倒下去 洋蔥下去就很香了 是啊 這個其實你說 我們要加漢堡也好 好,饅頭也好 還是要放在配方 配方、配方 它都很棒的 超下飯的 是 但是你說米漢堡 我就很好吃 我都是這樣 可以去吃一碗白飯 對 一碗白飯 每天也是一碗白飯 比較沒變化 所以今天可以熬一下就對了 對,而且是米漢堡 感覺好像很有飽食餐 對 沒有錯,又好吃 然後又食尚 我們現在炒炒 差不多快要好了,對不對 好 我們再來燒肉醬 我燒肉醬 燒起燒醬 對,都可以 倒下去 這樣 好香哦 是 這樣子一下下就好了 如果是自己家裡的話 沒有這個醬 有些瓜糖、醬油、味霖 醬油 你叫味霖,味霖甜甜 沒有味霖,自己放酒放去 對 放一點點的米酒 一點點糖 醬油 等一下把它煮一下 你看看 這個肉 很好吃 對 香噴噴噴 好香哦 這樣就好了 都熟了 好香 把它熄火 芝麻 這個芝麻把它撒上去 你看哦 你看看,很漂亮 整個色澤 色澤都照出來 你看看 你也把它倒在裡面 先把它放好冷 這不是很像親子凍的那種 是啊 日本的 凍飯 其實也就用牛蒡也可以炒 對 牛蒡 牛蒡、薑絲、洋蔥都可以 對,牛蒡 真的 日本人早餐都超喜歡吃牛蒡的 是啊 我們這個第一步就好了 好 接著我們要來 好快哦 很好玩的這台 要怎麼做呢 我們第一個 我們先放一下 好 我們這個去買一個 我們現在都有漢堡 漢堡皮 漢堡它大小小的 我們要怎麼配合這個 配合這個 你看,這是一層一層的 燙 這一層一層的 一層,你看 一個 好 打開 再來 第二層 三層 我們把大的放下面 好 這個小的 小的 這個放在上面 放下去 不用放油 就是去買現成的 回來對切放的 不用放油 不用放油 你要先放一個嗎 這個 我們第一個 我們就看到 這個燈剛才有亮 先預熱 我們現在預熱以後 它這個綠燈亮以後 就可以來做了 其實很簡單 再來我們... 起司來了 你應該要開開 好 好,準備這一層 你喜歡吃火腿或培根 統統可以 那我們... 鳳姐,我們現在要先放培根 還是先放起司 應該是培根 然後再起司是不是 我們要先放起司 因為待會兒這個板子 這個板子要黏 所以要先放起司 對 要先放起司 對,要先放上去來 對,起司把它放 他怕起司放上面 黏著這個 對 現在把它放下去 起司放下去 對,把它放 很簡單 放下去 再來 我們用我們的夾子也好 這樣培根 培根那些火腿都可以 自己每天看心情調配口味 對啦,你可以千變萬化 但是唯一不能變的 就是不能沒有這一台 真的 對,其他都可以變 如果家裡有人有罐牆也可以 也可以啊,對啊 香腸 是 我們現在就把它蓋起來了 好 你看哦 這樣很好玩 就把它蓋起來 蓋起來這一層要做什麼 是這個上面那個嗎 不是啦 很簡單 煎蛋 是 我們可以利用一個刷子 因為刷子也可以把它抹... 沾點油 因為我們現在要弄... 剛才待會兒有什麼油 其實它不會沾 但問題是說我們 蓋上一點油 它待會兒有軟鈴脂 它的香味才會跑出來 料理哦 我想要試耶 好好玩哦 好,來,倒在中 好 倒在中,下去 你看 好好玩哦 這一層 平常說你可以用它來煎蛋 這個要煎出來很漂亮 就是外面去連鎖墊 以外的早餐那個電蛋有沒有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來煎 你不一定說 你今天要煮一個漢堡 所以可以專程來煎這個蛋 下面那個也可以 上面這個也可以 整個同時煎兩個蛋 對,是,你可以這樣煎 你要拿來煎蛋也可以 是啊 跟我們現在這樣 慢慢成熟 這一片再把它蓋起來 這樣哦 蓋起來 要蓋 把它蓋起來 原來是這樣哦 好 是啊,你就把它這樣子 把它蓋起來 好 再來這個蓋子就把它蓋起來 好 這很輕鬆 這個時候 你要做什麼 你去刷牙 去化妝 要去教你的小朋友去刷 對 就這樣 五分鐘 五分鐘 五分鐘後 待會兒我們再放這樣 我們要吃生菜 還有番茄 番茄 就把它... 好,待會兒很厲害 好,米飯堡 米飯堡 米飯堡,來 要怎麼做 這個好像很難 我們米飯堡先拿一下 好 這個厲害了 好 來,我跟大家說 好 我們今天用的是 剩飯 來 剩飯 那剩飯如果是白的 沒有炒過也可以 也可以 這個是昨天吃剩的炒飯 然後有在... 真的很像 這個真的很像 是真的昨天準備的剩飯 好 剩飯,你把它放在裡面 我們要把它成形 成形米漢堡 把手拿起來 沒關係,自己吃戴手套 OK的 好 來,我們就這樣子把它 把它壓一壓 它的... 你現在想說它的寬度多看 好 它這個給你壓吧 你先把它抓一抓 拿那種扁扁的 好,我來 好 先把它塑形 你可以說要包飯糰這樣 你看看就好 這樣 這樣平平 平平 平平平 平平平 這樣黏黏的 黏黏的 再來整形 各位觀眾朋友 這件要OK 真的 如果讓你家的剩飯 找到另外一個春天 就要靠這一台 剩飯有春天 對 原來米漢堡是這樣 好棒哦 是啊 我們你看 它就一塊這樣 我們現在這個一樣的 一個一個把它打開 好 一個一個把它打開 這個放在下面 然後都不用加油是不是 因為炒飯裡面有油 好 炒得十匙、十斤這樣 盡量你可以用湯匙去 用湯匙 用湯匙 湯匙去熄 對,你怕燒到 老師比較不怕 你把它壓一壓 好 把它壓一壓 因為我告訴你 下面會繞出鍋巴 脆脆的鍋巴 最喜歡的 因為我以為我們米漢堡 是沒有鍋巴的 但是我們可以營造出來 它酥脆的鍋巴 好 可以吃那種韓式拌飯 都喜歡它底下那個 再來 放料 放料 好 這個料 這個料就把它夾進來 放著 你看看 燒肉米漢堡 想加多少就加多少 是啊 對 這個真的一整天心情都好了 吃到這個早餐 而且小朋友也會就會這樣子 很有賣相 就覺得很特別 會想吃它 你一天會忘記 就是扣這個早餐 真的 所以一定要吃早餐 我們再來 像這個把它蓋下去 好 第二層來了 第二層來了 我們做成最可愛的 這就是這樣特別 獨一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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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優的餐圈 沒有錯 獨一無二的 真的 小優的 小優的 好香哦 好,我們再一次的把它 這樣關起來 就是把它關起來 五分鐘 是 到現在你去叫你的小朋友 起床了 化妝了 化妝了 穿衣服啊 對 小朋友一定很期待耶 這個不一定說在家裡 就是你可以攜帶 自己做的攜帶 對啊 你去到辦公室可以跟同事分享 這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都是做給心愛的人 你如果今天去外面 買一個漢堡 有什麼好分享 他們今天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好,這樣有沒有 這個拿起來 這樣拿起來 放蔬菜 因為蔬菜不要一開始就放了 它會亂掉 好 現在後面要放下去 好 放一些番茄 當然切片的也可以 也可以加玉米啊 是 喜歡吃什麼就放什麼 這樣 還要蓋下去 你還有三十秒 這個三十秒就好 三十秒 待會兒三十秒 可是它可以自動組合 現在是一層一層分開 等一下這個把它刷開之後 就... 就好了 這樣下去之後 你看 這個要刷開 有沒有 你看 慢慢的,你看 好像變魔術哦 你看 你看 可以拿起來哦 這個... 兩個剛才上面打什麼 對 蛋 對 它沒有黏鍋耶 試一下哦 現在你看 現在來 第二層 下去了 滿美的耶 漢堡好了 看一下 掌聲鼓勵鼓勵 你看 這幾層的 真的 是的 後面就是把它這樣子盛起來 拿起來 讓我們的小朋友、大朋友、老公、媽媽 是 大家、大朋友吃個自己做的早餐 這是非常棒的 OK 這個你看 一樣的操作 現在放下燈 燈有時候可以再次亮起來就好了 又好亮 太亮了嗎 有,這個燈、綠燈 OK,就好了 它那個有計時是不是 所以它... 它現在溫度到達那個燈又再次... 一開始的時候亮 我們把它放進去 然後關起來 因為它下面溫度會降低 降低它最後溫度會升高以後 大概五分鐘啦 五分鐘跟漢堡、麵漢堡就差不多了 所以燈亮就可以把那個隔階拿掉了 是,你看看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鍋巴 有一點點小小鍋 上面有一點微燒焦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有看到 漂亮 好看 那個也要把它移開囉 這個我們... 因為有時候你這樣移不好移 就是要把它壓著以後 這樣子把它移開 好 這個把它移開 不會黏 好,移開了 移開以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打開 打開 打開 你說要夾生菜 我們剛才那個隔階 可以夾生菜、夾番茄 也是可以再加 對,沒有錯 我們米漢堡基本上就是這樣 我們這一道又好了 就OK了 這個是美味的漢堡 幸福的漢堡 這個形狀小朋友會很喜歡 甜蜜的漢堡 對 你看你的家庭要營造健康、甜蜜 真的 真的 真的有一樣 而且這樣子就會覺得 今天一整天的活力 都準備好了 體力都好了 兩個這樣又有變化了 好,來 好 這個漂亮給你 好 這個給你 好啊 我不用了,這台給我 好 那我們可以準備上菜了 上菜了 這個早餐也太漂亮了 好漂亮哦 賣相超好的 真的 對,從和風的和西式的 搭配一些蔬菜幫助健康 滿分 這個如果真的做了 帶去辦公室 一定人員變超好的 如果放在辦公室 有了辦公室 有個小廚房 對 也可以這樣做啊 對,沒有錯 那一台很可愛的漢堡機 適合大學生的 都在外面的 不走開的 不能用爐火的 租房子的 租房子不能用爐火的 用插電的 有時候跟小朋友一直互動的 對 家裡準備一台這種 要做一個 比較沒有油煙 對 也很方便 因為要不然平常我們的漢堡 你要先去烤 對 要處理很多東西 很費用 因為像我這種小自主 我覺得這個 比較符合我的經濟成本 因為我不用為了要做這些 然後買一堆料 它就剛剛好 是的,沒錯 而且很棒的是 因為像剛剛師傅有說 你想要加什麼 就加什麼 可是你有時候去外面買漢堡 什麼 你說我不要加洋蔥 它就可以加一堆洋蔥 然後你打開 心情都不好了 可是這個 你自己在家裡調好就好了 如果喜歡洋蔥 就可以多加 對 然後我可以冰箱放個泡菜 真的 到時候就一點泡菜旁邊 也很棒 對,裡面也可以放泡菜 你可以客製化 家人喜歡吃什麼 你就放什麼料 不要說起床 拜託說我買什麼 等一下就這樣看你一下 我要自己做很方便 很好吃 餅皮好脆 好好吃哦 對,沒有錯 因為它上下的溫度 很酥 很酥 剛才我們做這兩道 那是自己可以切的小黃瓜 當沙拉 是 還有旁邊的是什麼 這是鬆餅嗎 這個 剛才我們不標的 那我現在為 甜點 也可以做鬆餅 下午茶 鬆餅 對 來,現在就來做 你還最喜歡吃鬆餅了 是的 我們這個 這個 我們就可以買鬆餅粉 加雞蛋 就把它調到這樣子 黏黏就好了 好 黏黏就好了 鬆餅粉加雞蛋就好了 都不用那個 這個機器把它打開 就把它打開 預熱 它燈有量 我們摸一點點油就好了 一滴油就好了 一小滴的油 你家裡可以拿刷子 或者說要簡單的把它稍微塗抹 一下下 一點點就好了 好 我們這個 你看看 做一個甜蜜的下午茶 我們把它放下去 這樣 再吃 這樣要摸 再兩匙左右 我才剛放下去就好香 是啊 你看看 把它抹... 抹圓圓的 我現在拉這個尾巴就是說 你可能家裡沒有辦法弄得很圓 那沒有關係 跟它的形狀沒有關係 現在你可以放的 它會蓋的 這樣把它蓋起來 蓋起來 你說老師 我這邊可以弄嗎 這一層也是可以用 這一層也是可以用 上面這一層 它的感覺就跟我們蒸的一樣 它是煎的上面很脆 有人說我不會那麼熟 然後我可以蒸的白白的 來,你看 看這個好療癒 OK 對 現在再次的把它蓋起來 蓋起來 等一下就好了 一樣五分鐘嗎 這個差不多三分鐘就好了 三分鐘就好了 因為它補 你如果說做得更稠一點的話 比較厚的 差不多五分鐘左右 它五分鐘左右 好快哦 你的厚薄 沒錯 這一台其實它拆解很簡單 有人說 老師覺得很難洗 其實它不會 它很容易把它拆開 就可以清潔 清潔 你看看 這個一個一個 其實它是可以拆的啦 這邊中間有個卡榫 我們在這裡有一個卡榫 好 卡榫我們把它整組拿起來就好了 也直直的 這樣就好了 直直的拿起來就好了 是卡榫這樣 對 這一層沒有 這一層就是卡住的 要洗就拿這個去洗掉 對,拿著 你要... 有時候你會弄髒 你可以說要刷、要洗 一個一個把它拆開來 這樣子來清潔 所以它清潔上面是非常簡單的 所以那個平的地方 那你也要擦一擦其實什麼 擦一擦 可以煎鬆餅、煎雞蛋 還有這種 那個泡麵 泡一泡 好,你也可以 不是 泡麵泡一泡把它撈起來 打一顆雞蛋下去 利用那個泡麵 煎成一個跟米漢堡一樣 因為它利用雞蛋的凝結 麵變成是乾的 然後有一點那種... 你先煮過泡麵 然後把它放著打一顆雞蛋 拌一拌 你現在同樣就兩顆 好酷哦 我要試試看 功能性是相當多 老師一下講不完 真的很棒 很好玩 是,我們來看這個 你看這個 這個,你看 一站一站,你看看 這個是... 這個比較... 有,比較這個... 翻面 這也是真的很棒的感覺 感覺可以做銅鑼燒耶 是啊,銅鑼燒 你可以包豆沙捲 什麼餡都可以 這個泡泡這樣就熟了 把它盛起來 來,你看,親愛的來吃個早餐 再來,再來看看 你看看這一層 不一樣 我剛剛講過 我說過這個 我們這盆這個是不一樣的 比較厚 不是比較厚 現在這個是好像... 用蒸的感覺 用蒸的 有沒有 所以有人喜歡像這樣 不然這樣切切 這也很棒 兩個是不一樣的 口感不一樣 是 對 這個水果對不對 水果啊 有時候放什麼 不是只有吃而已 我們要... 說健康 健康 這個如果帶去野餐的話 真的好漂亮哦 這個... 要吃甜的 這個蜂蜜 淋下去 這樣子 這個時候不得了的 不得了 這個時候你的小朋友 真的會出自內心的 叫你一句媽媽 媽媽為了錢 我還要 你看看 我這麼甜蜜的感覺 其實你要做這個 讓小朋友開心 讓小朋友開心 真的不用花很多錢 這一道你看看 有夠漂亮 真的 沒到捨不得吃啊 美味的下午茶 是啊,配一個咖啡 配個什麼都OK 所以早餐也可以 下午茶也可以 都可以 是啊,宵夜也可以 宵夜也可以 是 看你要想要吃什麼 點心類的都可以 所以說 早餐不只要吃肉 然後也要吃得好 對 然後視覺要好 滿分耶 滿分 活力的一天 對,一整天 整天都是活力的一天 真的 就會覺得吃早餐 變成是一件好有趣的事 對,然後就覺得 效率也會不一樣 小朋友也會期待媽媽的早餐 真的 這真的很棒 我們蔡萬利主廚 來跟我們分享 那麼棒的使用方法 讓很多的職業婦女 或是說單身 或是學生 自己都可以來做 是 非常謝謝 謝謝 謝謝小燕來 謝謝鳳姐 謝謝 我要吃鬆餅 來,吃甜的